因为一些生活习惯及琐碎的事情 导致自己和伴侣之间产生矛盾 并因此影响到自己事业的发展 自己可能会在金钱方面有独立的想法 可能会忽然投身到一些赚钱的项目中 月亮水星天王星形成了火象大三角 一整天都充满了 要展示才华和领导力 凸显自我个性 追求自由和信仰方面的行动力 但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沟通和交流上的冲动 与大三角同时存在的是两个T三角相位 其中一个是天王明王和火星 另外一个则是木星凯隆和水星 一方面想要维持关系的平衡和对等 想要争取公平的待遇 另外一方面又想凸显自我 强调自己的身份 从而在人我互动中的压力和矛盾 便极可能引发权力或架构危机 同时也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 木星凯隆及水星的T三角 则强调着如何协调成长 和面对过去的伤痛中来思考人生的真谜 更加热地的观点 木星凯隆及水星的许名 不光明星凯隆及水星的证图 用